就应该要停在这个电梯口 人来人往的地方才安全 太可怕了真的 听到有人到保佑公司Go 在地下室停车场遭炉走 刚到精品店写听完的刘小姐 露出惊恐的表情 Go完毕她准备走到停车场开车回家 但是这段路她走得非常小心 不停的左部右盘 停车的时候一定会靠那个电梯 然后我会看那个灯光比较亮的地方 我不会说即使角落有 角落不会去停角落 刘小姐这次停的是户外停车场 一旁车水马龙人潮相当多 但如果是在百货公司地下室停车场 就不一样了 这里就是发生贵妇连人带车糟炉走的现场 方言望去柱子多道挡住视线 有超多死角 场地空旷灯光昏暗 如果是单独行动出事了 恐怕也不会有人注意 像我现在已经过完毕了 要在地下室准备开车离去 打开车门之后呢 首先呢得先赶紧关上车门 在进车门断断几秒钟之内 你可能得先关上按下中控锁 把车子锁紧之后再启动车子 才能够避免车外可疑人士闯进车内 地下室感觉有时候人夜比较洗澡的时候 比较恐怖一点 有人干脆就不停地下室 有人建议逛街最好不要落单 歹徒虽然锁定的是开名车贵妇 但警方还是呼吁 只要是单独行动的女生 都要提高警觉 中文新闻陈思源赖冠章 陈磊如台中台南报道 中文新闻陈思想